在带您看到台11线台东小马段将从9月1号开始实施区间测速速线50公里 那么议员简为国质疑能否真的降低事故率 许多民众也认为实施区间测速将会造成塞车 不如每50公尺加装减速带来得有效 台11线小马路段因为道路笔直成为事故的热点 公路总局及台东县警察局为降低事故的发生 增设了区间测速并自9月1号起实施 不过议员质疑区间测速的成效仍然有限 那我们到底在审道上发生车为因到底是超速多 还是不当超车多 不管是双方线超车或者是右线超车 我想这些因果关系应该要作为考量测速的理由才对 而不是说你开车门就没出事 我也知道开车门就没出事 开车门是多门才对 如果假设造数原因事实上比较大成因是不当超车 也许我们要考量的并不是区间测速 超速没有错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是不是他也跟这一次我们关山奔局的同仁一样 超速又加上不当超车 如果是这两个原因并存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研究到底是哪个原因是主因 不过台东陷警局也说明 为降低事故的发生 以研绎了多种方式 在评估过后 认为区间测速应该能够达到效果 它原本在发生很多交通事故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用区间测速去管理 我们用定感 用一个定感来做这个测速的管理 也在现在的区间测速里面的其中一个点 那后来发现这个定感设置之后 这个定感的前后确实是收到了效果 有防治事故的效果以后 可是民众习惯之后 过了这个定感之后又发生超速的行为 所以后来公布总局那边跟我们研究的结果 还是用区段速度管理 整个把它框起来 让它测速希望降低 是这样子 这有前后的因果关系 那区间测速也有可能 它进了区间测速之后 它发现速度太快 再停下来 等到时间过了再往前开 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抓超速 都会有破解的方式 到底 所以我才觉得应该要回归来说 找出真正的原因到底什么 比如说那一百公里里 它因为超速加上 不当超车 哪个主因为重 应该要去预防那个主要原因 而不是找次要原因 或是找好做的方式 9月就要开始上线了 9月 我也支持队长跟局长 就先做看看 给大家去适应那个测速 我们后面再来检讨 我觉得应该要再多观察那个原因 对于小马段实施区间测速 许多民众怨声载道 还不如每50公尺加装减速带 来得有效 记得潘俊卫台东市报导